慈济福慧床在国际发明展中屡获大奖 现在慈济科技大学也发光 师生在校内农场栽种的红梨 不只用来做茶包 还进一步研究发现红梨生物活性纤维 能促进细胞生长 有助伤口修复 另外也结合生活经验发明了 针头收集器以及菌丝体培养器 勇夺国际大奖 经过一年努力慈济科技大学 医学影像剂放射科学系师生 在2015高雄国际发明展中 得到两斤一桶的夹击 要轻轻的插入 那我们只要稍微的旋转 它就可以轻易的掉进去 简单步骤让针头与针筒分离 针头收集器能配合各种尺寸 还有紫外光纱菌 这项装置成本低 能大幅降低医疗废弃物 重要的是避免刺伤造成感染 降低医护人员与病患的风险 之前有同学就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就不小心被针头刺到 所以我们因此才发想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仪器 以及方式可以就是 减少我们被挣扎的危险 红黎有古物红宝石的称号 营养价值高 慈济科技大学在校内农场栽种 现在不只可以做成茶包饮用 还能物尽其用 像农民采收这个了以后 整株就可能丢弃掉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将全株的使用性提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精 然后加以萃取 萃取出具有活性的物质 师生研究发现红黎的根精 能够促进细胞生长 因此萃取出生物活性物质后 制成人工纤维 透过3D裂印机使用在赋料上 我们可以将我们编织出的生物活性纤维 慢慢的就是印在我们的人工皮上面 那再将它贴在我们的伤口上 它可以进行组织修复 透过红外线照射提高菌丝体产量 还能增加虫草素和多糖体的含量 这项高生物功效菌丝体培养器 能应用在保健食品 师生发挥巧思 希望将专业结合食物造福大众 大爱新闻江信信邓明仪 花莲报导 大爱新闻